哈囉大家 歡迎到YA Diary 我又又又是在夜色當中 下班回家的路上想拍這個影片 為什麼呢 因為我實在太雀躍了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脊椒帶漂流箱 回來啦 現在我們就準備來去迎接它吧 走囉 好 這個是我的箱子 大家應該還記得喔 我第一支影片的時候 我的箱子啊 應該是單手可拿的尺寸 現在這個尺寸幾乎是它的八倍大吧 真的是很感謝九位阿嬤 他們好像是怕那種小孫子吃不飽一樣啊 用照顧孫子的方式啊 來照顧我的箱子耶 真的是太狂了 只要在無性生殖啊 我那時候看到箱子啊 真的是直接笑出來 不知道到底怎麼可以變這麼大嗎 我們就立刻來打開看一下 是怎麼樣的神秘力量 然後它們變得這麼巨大 好 那我們就把它開起來 好 我們首先看到的是 防撞包材 還有 防撞包材 還有這個 哇 衛生紙呢 感謝大家送我一包衛生紙 好 那接下來 大家來看一下 這一個包材裡面的箱子 它 是我最原始介紹的箱子 它到底可以怎麼樣 從這麼小的箱子 變成這麼大 它經過三個月的女性 我們真的是成長為非常健壯的孩子呢 真的是耶 辛苦你了 好 那我們先把這一箱紙招袋啊 放在旁邊 先來看一下 除了紙招袋之外 我們還獲得了什麼樣的東西 我們感謝同愛金孫的阿嬤們 還有給了我這兩包的小禮物 放在筆布的這一包 它看起來很沉 沒有份量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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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pen 它這個就是可以壓出 英文字母的小東西 小工具 那我們大家就來試蓋一下 它可以壓出什麼東西喔 就選擇這兩個來壓吧 各位 我壓出漂亮的YA了 這回是一個製作卡片的好幫手耶 大家再也不用怕 寫字包好看囉 感謝各位的餵養 我們繼續來看 第二包裡面還有什麼東西吧 這盒比較輕盈啊 但是紙呢一樣是可以在立 所以我們輕輕拿 不要破壞 不要破壞 這盒你有猜測是誰給的嗎 我就猜測是雀屏給的啦 如果不是的話 就先向各位 阿媽們抱歉 素材包 紙材的素材包 也是被裝飾得非常的可愛 之前在雀屏的IG上面有在教學說 怎麼樣可以把這麼多素材 固定成很漂亮的材料包 可愛 這個好棒喔 這裡面又是一個新的世界 真的 然後你看這邊 妹子 然後她也是固定了非常的好的妹子 哇 棒棒 這個也是裝飾得非常可愛 我來看一下是誰給的 是多層次的拼貼卡耶 可愛喜歡 所以這盒裡面就是一包又一包的素材包 對 這是雀屏的卡片 好可愛 後來後面還有感言 但是就是 會給大家看 開心 我們來看一下要什麼 這個素材 外包裝 是不是就讓人很想要 好好收藏耶 這好漂亮喔 然後還有一包 一包又一包素材包 我的天哪 還有明信片 這明明是紙膠袋漂流箱 可是卻收穫這麼多好棒的素材 我一直以為我自己給的素材已經夠大包了 沒想到一大還有一大大 我這些小屋在他們這些大屋面前 真的是太不夠看了 真的很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那看完禮物包之後呢 我們就要立刻來進入主題 來看我們的紙膠袋交換來 什麼樣的東西呢 開箱囉 很緊張 登登 先看到這邊有 紗線 這包紗線大家取用完之後 全部都到我這邊來囉 這類似色店本帖風格的這種大圓形貼紙 好看 那我們就先看到的還是這一張 我當初是寄出了一張空白明信片 最後來看一下它變成什麼樣子 是不是很可愛 超級可愛的耶 我那時候有希望大家可以在背後留下一些字 那這是秘密的絲 看來之後覺得很感動耶 很開心 這張它就是我們群策群力所做出來的明信片 後面還有這些小感言真的非常的感動 我就是很喜歡這種手做的很有溫度的感覺 好那我們繼續來看這裡面的紙膠袋囉 那這裡面全部的紙膠袋呢 其實都被大家洗這一輪啦 這裡面完全沒有我最早留下來的紙膠袋 很感謝大家把他們全部都帶回家了 留了新的給我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裡面我收穫到什麼東西吧 我們把漂流箱收到的內容物啊 大致分成五類 首先看到的是人物類 一共是有九款 分別是Sonia 仙女玩 甜蜜生活 自己印 默染一色 楊君 和漂提雅的作品 我們特別開其中幾卷呢 給大家詳細的觀賞觀賞一下 首先這一款呢 我是有看到蠻多人使用的 畢竟這種韓服系列的作品比較少見 而且它不只是韓服少女喔 旁邊還有一些韓文的字詞 蠻特別的 因為畢竟說中文、英文、日文的類型字詞啊 還是在我的生活圈中比較常見的 甜蜜生活可以說是拼貼的長備款 如果您是剛想要踏進拼貼的領域啊 又不曉得要先入手什麼樣的人物 那這個系列真的很推薦 畫風質感很好 使用在拼貼裡面真的非常加分 作為主角或是配角都相當優秀 大家看看這裡啊 在上一隻的文具沾影片裡面 我說希望霧面和亮面的家人都可以擁有 結果我的漂友們真的太給力了 在這裡兩款家人都到手囉 完全是實現我古風拼貼 更上一層樓的助力啊 再來是動物類 這裡的款式不多 分別是雞、羊群、小犬 還有每次小鋪的作品 我們馬上來看其中兩卷 在今年的上半年吧 我是有感覺到一股蝴蝶流行潮 不過呢因為我本身有一點害怕昆蟲 尤其是太寫實的我真的是無法無法 所以再美的作品啊 我通常都不會入手 但這次漂流箱裡面出現的款式啊 真的是很精美細膩 如果是使用在歐美鼎雅風格的拼貼上 想必會有很不錯的效果哦 這卷看山小犬 畫風看起來很乾淨簡單 可愛可愛的 而且不只是有小狗還有小貓 牠們感覺很愜意地活著啊 整體非常靈動 第三類啊我是把它設定為物件類 這裡的品項比較多 分別是來自小路工作室 喵吉星 仙女丸 食物 梅子小鋪 Sonia Lily Bloom 還有雀斑茶 我們挑選其中幾款來看看吧 這卷我在先前的拼貼裡面有使用過 大家可以到我們拼貼的影片裡面去看一下 這一次又再度和她相遇 還是要大力推薦可愛的韋式排車車 然後再看到這些小玩偶 它非常精緻 而且不只是有小玩偶啊 旁邊還有鈕扣文字等物件 以及彩色的文字書店片段 不只帶有童趣 而且完全實用都不行耶 這裡是12個月份 還有小小兔小兔子的搭配 看起來很細膩小巧 萌中帶有內斂的華麗感 那也是我之前沒有接觸過的品牌 感謝朋友們擴充了我的視野 接下來這一卷讓我非常驚喜 前幾個月啊 大家在討論的雀斑茶 我錯過了幾波的團購 沒有想到在這裡擁有了 我想這就是緣分吧 看看它有多美 多有氣質 有單株的植物 還有像小圖章的表現方式 這種水彩筆觸 顏色淡雅的花卉 枝葉 氣質真的是過分的出眾 我想我會很捨不得使用它們 再來是建築造景系列 這一組啊真的是難以形容 因為每一卷都好棒耶 而且這一個類型啊 也是我近期才開始研究的 分別是來自品川日 Lady F 賊貓居 馬上來看一下美麗的建築們 品川日我是拿到三卷 這裡特別講一下養成 我真的是拉開來啊 第一句話就是 WOW 因為一開始啊 我以為是簡單的城市造景 沒有想到是這麼的大規模 整體兼具了現代化的高樓大廈 還有看起來帶有歷史意味的建築 真的是完整性很高的一座壯闊城市 再來看這一卷啊 在被雪覆蓋的建築當中 寧願可以看見木製建物的痕跡 還有大紅燈籠高高掛 完全感受到其中冬季的濕化工頃 最後啊我把一些我意識之間 比較難分類的幾卷放在這裡 有Ours仙女丸 自己印 Sonia 儀式夫婦 巫女Sama事務所 還有一卷是作者未知 其中我特別想帶大家看一下這個 儀式夫妻的電影膠卷 這款太特別了 也是我沒有見過的品牌 過去我們有的膠卷啊 很多是風景對吧 但這一卷啊是電影的場景 而且主角都是由動物來擔綱的 真的非常有心意 而且又很有故事感 底色部分的筆觸處理也非常出色 同樣啊這也是我先前沒有接觸過的品牌 這裡有很多星星 窗子等不同的物件 有一種稀釋的夢幻華麗感 如果想要做一些比較俏皮的魔法主題拼題啊 它應該很適合哦 最後這一卷我目前還沒有查到作者是誰 如果有人知道的話 再麻煩留言跟我們說一下哦 非常感謝 這一款呢孤類很多 作為一個童話故事風格 是屬於我的拼貼舒適圈以外的作品 那上面每一個物件的繪畫細節啊都處理得很好 很精美又很可愛 後來有機會的話啊我們也可以嘗試一下 然後我們就選個歪漢就好了 我使用這兩個來歪 歪歪歪歪歪 OK 終於終於我們的紙膠帶漂流箱告一個段落了 非常感謝這一路上的阿嬤們這麼疼愛金孫 這一次啊不只是獲得到很多紙膠帶 也獲得了很棒的一些手作素材 真的是讓文具人身心愉快的一個活動啊 那如果您也喜歡這一次的漂亮的鄉之旅的話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跟我們討論哦 好那我們大家下期再見啦 拜拜